周深是 AI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的是他又升级了 竟然能够直接进行基因匹配了 这个我们可可有一个特异功能能直接DNA比对 你比对一下是不是他 匹配成功 哇 你看 哇 他有再总拱挠 因为他平时不这么说话 非常之高科技 我真的信了 这是你自己也怕得到声音 不好 非爱身份暴露了 笑起来像小太阳 你笑起来我看像小太阳哦 竟然 你能错过就不再 原来我唱歌是这样的吗 还好我不是歌手 我做巧克力的 开始推礼吧第六案 这次来到的是人生玩偶馆 都是美少女侦探 找不到赵丽颖到访的11号公寓 一起参加人生玩偶馆的新品发布会 这期开始推礼吧 大家的造型都很好看 尤其是赵丽颖暗黑系的造型 加上调染的一点点紫色 真的很有神秘感 周可可周深之前在开始推礼吧里面 一直是被吓的 每次都能贡献出各种被吓的好笑表情 但是这一次的节目里面周深反转了 他贡献了高能的推理时刻 哎你你看他他老说不完 春天在春天 跟那个节气有关系 就是二十四节气里面有春风 春风的时候太阳的光是直接照在那个赤道上 只有春风跟秋风的时候是照到赤道上 周可可周深这次是第一个开始推礼吧 在油画上发现太阳光直射赤道的端倪 他在看了走廊隔壁线索图上的太阳光赤道之后 直接他还说出了季风和赤道等地理知识 成功锁定06和08号油画是春秋风节气 最终还破解开门密码是08 这次周深是直接说出了正确的解题思路 得到了正确的开门密码 周可可周深的脑子里是装了个低球仪 高中学习的地理还有人记得吗 周深还记得这么清楚 是有点节气的DNA在身上的 那你今天怎么会聊到什么 就是来看展 因为我喜欢同小说 要看那些比较奇怪的东西 他就第一次来这儿呢 对那我们现在一起找出兽手吧 找不到 你这个名字好笔 找得不说话 找不到赵丽颖 这次是冷漠的暗黑系美女造型 在节目里面 美少女侦探找不到赵丽颖 就是人狠话不多 她在面对郭包佑郭麒麟 和可无苦周可宇的接连提问时 找不到每次回答都基本上以二字真言对质 不是没有不吃都是二字真言 不多说第三个字 果然是颓势高冷侦探的人设 名不虚传 不过找不到赵丽颖 在节目里面还是有软肋的 队里团气分组选手郭包佑郭麒麟 成功让大家破冰 她的一句话都笑在场所有人 找不到赵丽颖也有被吓到的时候 她在进入仓库之前 还说这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在玩偶馆仓库找不到自己的胆量了 在进仓库之后看到门被锁上了 吓到拍门要放她出去 赵丽颖也是有综艺细胞的 11号公寓并有的唱歌认清环节来了 但是这次的打开方式好像不太对 找不到赵丽颖说自己小时候妈妈经常唱小红帽 但是接下来刘雨宁十分认真流利的接唱 小燕子穿花衣 这个调子就是小燕子嘛 刘雨宁就是在一本正经的搞笑 不过小红帽不是赵丽颖第一次在节目上面唱了 之前也唱过 看来是对这个歌情有独钟了 开始推理吧 第六碗你们看了吗 挺受惠的 我很喜欢你的歌 谢谢你 冲一下 冲一下 冲三Q 你现在为什么被搞笑男了 我一直很见 对啊我为什么会变成搞笑男 因为你笑笑男了 往上走车 我往上走 你的车为什么还没来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想让你多留一会儿 可能就是班纯的土 众人心中去 牵动着 某种被忘却的回忆 某种事 无种蜜 折叠了 虔尘的故事破碎之律 你 思念 追着过那间隙 停在里的外 百度的抽筋 乘着海浪抄袭 赴梦境在相遇 怀着朦胧安逸 变远缺的诗句 如果有夜无闪 能画画成蝴蝶鱼 夜色间的陪我 潺若也向天空飞去 夜中刺人心中躯 牵动着 某种被忘却的回忆 梦中山 雾中蜜 折叠了 虔诚的故事破碎之力 思念 追着光的间隙 停在与世的宿命 注定如火火伴不尽 就在夜影离别至今 尽情地燃烧自己 踏着山里寻觅 走过多少朝夕 看着山影图明 留下短暂绚丽 人间自由最细 若舍舍忘情才可泣 愿与爱之灵 敬予之为名 乘着海浪潮行 赴梦境再相遇 怀着朦胧难以 练千圈的诗句 如果有夜无闪 优优独播放